哈嘍 哈嘍 我們在這個 下雨洗過之後的 這個佐水溪 就時常可以發現 很多的 小石頭 那 尤其是那種 佐水溪的名傳 大黑松小黑膽 時常會看得到 但是小黑膽 有時候那個 磨得不是很好 我就等他就不剪 就等到他繼續磨 阿不然的話就是如果有人 會雕刻的話那有破損他沒有關係 他可以把它切掉 那我們今天又看到一顆小小的小白皮 跟我剛剛看到那一顆 真是天壤之別啊 不過呢 我今天早上問我兒子說 阿你幫我剪就好了 天啊大家犯懶了 就是有點懶惰 好嘞噴噴水給大家看一下這顆不錯 手感不錯 剛好一個是比較大的一個 手把鍵 哎呦還不錯 顏色也不錯 這顆 這顆白皮 還還不錯還行 到底是白皮還是 有沒有 還是粉青呢 好 最近好 開始有點傻傻 分不清楚了 好 哎呦這顆真的漂亮 光顏色 就覺得很討喜 好 這樣子手把鍵 剛好 OK啦 那就把它收起來啦 好 那我回去了 我兒子就說 阿今天有剪到什麼嗎 我就跟說有白皮 他說 他就會開始說我要我要我要 好這樣子 好吧 他要就給他吧 對不對 小孩子 不過還是鼓勵他自己來剪啦 這樣子 好 我是石頭老師龍哥愛國特 漂亮 那種顏色 斑點 紋路 色澤 顏色跟色澤有沒有差 有啦 稍微啦 好 今天在明河人河段 佐水溪是佐的 又恢復佐了 然後有點烏雲 要先打到會上岸了 不然等下 被水洗就不好了 好吧 待會見 我是石頭老師龍哥愛國特 繼續訂閱喔